然后再把铅笔削尖 然后把这个右侧这再加强一点 这个有点灰可以再加强一点 这个有点灰可以再加强一点 这个加强一下 加强一下就会强力一点 然后换4H来换物体的暗部 整体过一遍 再加强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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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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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是在底下的颜色上面呢 在哪页 另前再压一下 压的过程中呢 大家这种很微妙的这个这个这个颜色给它往开拉 我们zyians还要说将吗 就有这种微妙的区别 变化就比较多 变化比较丰富了 然后还有这个底部 这个地方 在这边 这个里边稍微等着走一走 来让它这个推敲的再涌称一些 等于是边画边去调整 不是说画过的就不管了 画过的还要反过去再 时刻时刻去调整 达到一个比较最满意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下面这个地方在这弯度 我可以让它小一点 还可以把它往外擦一擦 这儿的弯度比较小 这个的关系到它整体的一个造型的问题 所以说还是要严谨一点对待 你看这个硬橡皮擦的还是比较白 它还是可以擦的非常干净的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边缘这块稍微给它 走一下 特别一些变化 然后移底这个地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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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想念 好 好 好 注意这儿的颜色啊 你看这个四鱼齿它画出起来 非常微妙啊 非常弱 这样它才能够比较接近这个物体的 食物的这样的一个质感 如果这块铅皮太软了 它画的很毛 它就出不了那个质感 转动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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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几次的角度 做不到的 里面 之后 加了 个几次的角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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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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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